最近中国女排结束澳门战的争夺 最终非常遗憾 最后一场比赛没有拿下胜利 0比3惨败输给意大利女排 这场比赛结束过后 由于朱婷没有首发登场 甚至全场比赛只在第一局的局末上场发了个球就被换下去 导致朱婷在比赛结束后迅速被推上热搜 另外一方面主教练蔡斌再度面临着下课的危机 首先在这一场对战意大利女排的比赛开始前 外界已经预测到这会是一场非常艰苦卓绝的大战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朱婷继续首发登场 像上一场打败泰国女排那场比赛一样 成为整个球队的核心 看看能不能够绝地反击出现奇迹 打败意大利女排 结果让很多球迷大跌眼镜的是 这场比赛开始之后 朱婷居然再度被按在替补席上 取而代之的是吴梦杰和李盈盈首发登场 本身这个阵容首发没有太多的问题 但是让很多球迷非常失望的是 全场比赛朱婷只上去发了个球 之后再没有登场过 面对整个小组最强大的对手 蔡斌居然没有给朱婷上场两分钟的时间 最终输掉比赛完全是他盲目自大的结果 因为很多球迷并不满意蔡斌这样的安排 比赛结束后 朱婷替补的关键词很快冲上了热搜 很多球迷都废以所思 想不通主教练到底是怎么样想的 蔡斌即便是想要隐藏实力 但是现在我们连奥运会门票都没有拿到 为什么一直不让朱朱婷上场 难道蔡斌只是为了证明 没有朱婷自己也能拿下比赛吗 除此之外 在当时中国女排进入第三局 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一直高呼朱婷上场 但是主教练蔡斌却无动于衷 眼看中国女排即将惨败输掉比赛 有些球迷气不过在现场 直接高呼蔡斌下课 声音听起来非常刺耳 相信主教练蔡斌应该已经听到 不知道她的内心到底会是怎么想的 但凡是个理智的主教练 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看一下怎么样重用朱婷这些核心球员 帮助中国女排取得多胜利 早日拿到奥运门票 而不是像这场比赛一样 蔡斌展现了很多混乱不堪的战术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场比赛结束过后 中国牌鞋在晚上9点钟左右更新了战报 评论区底下 全部都是球迷的留言 高呼蔡斌下课 从目前来看 很明显蔡斌已经招惹众怒 带领中国女排取得这么糟糕的成绩 放着好用的主攻手 放着好用的王牌不用 最终酿下苦果 接下来只希望在香港站的比赛中 蔡斌知错就改 给予朱婷更多的机会 先帮助中国女排拿到奥运门票 否则 后续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甚至中国女排惨败出局 无缘直通巴黎奥运会 到那个时候 蔡斌恐怕将会面临着更多的指责和批评 我听到这个时候 感谢观看